今天是2022年5月2号 我是医生阿伯比利潘 今天我们来谈谈台湾该不该软封城 生累三级 媒体朋友今天的提问的问题有三题 那第一题是 关于台北市筛减站 阳性率49% 你在脸书认为这个数字有点夸张 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您分析这个在5月26号 确诊能数会到高点的部分吗 OK 那我的回答是 台北市的阳性率前一天才十几 隔天马上上跳到49 我觉得这太夸张了 表示说有三点 第一个很多人他先做快筛阳性 所以他会跑去再做PCR 这些人大概九成他的PCR也会是阳性的 然后导致最后PCR的全部的阳性率很高 第二点这表示台北市社区的感染增加很快 第三点表示这个PCR的量能就是他的分母不够 那这个还要再提升 我觉得或许可以先借中南部的机器来用一下 那还有我根据国外学者提出的模型 在假设全人口30%染疫的情况下 推测台湾疫情高峰在5月26号 那单日的确诊病例数会到30万人 5月26号30万人 那这跟阿中部长讲的 高峰在5月下旬是接近的 也很快就到来 那第二个问题是 关于您提出的四大建议 包括小学改 现场教学 家长防疫 照顾 假给新 这部分你可以再给帮我们说明一下吗 谢谢你 那我的回答是 现在开始给小学生打疫苗 6到12岁打半剂 没关系 间隔是12周 所以打完两剂三个月已经过去了 疫情也过去了 那再加上口服要pacillovic的12岁以下不能吃 所以这段期间我觉得小学跟幼稚园 那干脆就改成宣传教学 那政府补助一位家长有薪假照顾小孩 一个月就好 另外就是餐厅内用是很高风险的 像我们都知道基隆警察小吃店染疫一大堆 台中市政府府会都中招也是聚餐 所以我认为应该一个月禁止餐厅内用 但是餐厅还是可以开 开什么 做外送 吴博弈 富天达都去送 在高等的餐厅都可以外送 大家这阵子就在家里先在家里吃 那政府补助餐厅的房租 一个月不要让他们经营困难 我相信省下来 因为内用而染疫的人 他们的健保费 会比补助房租的钱还多 然后我建议也学习现在的日本 日本他们现在鼓励所有公司企业 尽量在家里上班 另外如果真的要上班的话 也要错开这个上班的肩膨时间 第三个问题 想请教关于未来确诊度升高 医师你还有什么要建议 有看到你提到停止聚餐 餐厅内用等等 谢谢你 第三个问题我的回答是 适度的升级升2.5级升累三级 也就是部分的停班停课 目的要让这个是要让这个疫情的 往上升的曲线 缓一缓不要这么快 那现在确诊人数还不到 我们推估的十分之一 北部急诊 北部第二急诊已经开始拉警报 连PCR筛卷都有问题 排队很久 那之后有可能 就是全台湾的病房都会过载 我们升2.5级累三级 压平这个上升曲线 Fraten the curve 目的是不要让医疗过载 也多争取一些时间 做什么 准备口服药 现在八成的长者 吃不到这个Pasiloid 很可惜 这个要确诊五天就给药 不是等到他住院再给 那个时候效果就不好了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也希望再多争取一些时间 让大家可以买到快筛剂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让我们的老人长辈 赶快再去接种疫苗 因为之前没有疫情 他们不想接种 那现在疫情严重 他们在想要接种 那我们就给他们多一点时间 这个对于降低 整个这个死亡率 疫情的严重性 我相信这样子的 累三级或是升2.5级 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是万方医院的盼监制医师 谢谢大家